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呼吸 各位听众们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遇见我们的主 让神的儿子以祂胜利 和祂爱来围绕你 让祂充满你 心使你领满足 让祂担负 你一切挂吕 上次平安的胜利 将灵在你生命中 使你完全 祂充满地 inequ限在这里跟我们的 проблем 耶稣 主耶稣 求充满我们 愿兴 画不得唱赞美 让你心充满心乐 举起双手 愿顺负她的病 让你的忧伤破碎心灵 痛苦岁月交给祂 你将靠着祂的名 进入永生 一起来呼求耶稣 祖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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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终枉 终枉我们 祖耶稣 祝我们 祝我们 有点事情就太过来敬拜来祷告 可慕主的临这个时刻大大地充满你 可慕主来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 掌权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 祝我們呼求祢 祝我們可惡祢 祝願祢來更多的教官在我們當中 更多的帶領我們 幫我們自己交在你的面前 祝我們需要祢 祝我們呼求祢 祝我們歡迎祢的工作 歡迎祢在我們當中來掌權 祝我們歡迎祢更多的運行 歡迎祢愛運行 歡迎祢換運行 讓我們的心跟隨祢 讓我們的心來仰望祢 讓我們淡淡的敬拜 招去祢的生命 哈利路亞 祝祢配同一切敬拜 噢 耶穌 一起來呼求祂的生命 耶穌 主耶穌 不 accomplishments 祢的生命 祢兩 Europ 祢等於聚願 耶穌 主耶字 耶穌 主耶穌 就充满我们 主耶稣 愿祢来充满我们 就充满我们 主耶稣 欢迎祢来充满我们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 充满在我们的家庭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关系的里面 愿祢的慈爱带领我们 愿祢的保血来洁净我们 今天我们要来领受祢的话语 领受祢的带领 谢谢祢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早我们来向神说 主啊 求祢来充满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一整天 可以有力量来度过任何的时刻 我们求主来充满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从祂领受智慧 知道在生活当中可以做最正确 最好的判断 我们今天一起先来读一段圣经 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以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我们今天要一起用这段经文来学习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家 因为有我们会不再一样 前一段时间 我们的环境因着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其实是非常恐惧要出门 因为我们害怕遇到人群 我们害怕遇到可能有病毒 我们会被传染到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适应 我们也知道这个新冠的病毒 它是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所以大家都很小心的戴着口罩 也都待在家里 我记得那段时间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 她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她有一天在周间的时候 她就来到教会 她一看到我 她就说牧师牧师 她抱着她的小孩 就说牧师你帮我抱一下 然后她就跟我说 牧师啊这段时间我好累哦 她说我每一天都在家里顾着小孩 从早到晚 六日我也不能去教会 然后她说她每一天跟孩子的相处 让她觉得好有压力 她说她跟先生家人的互动上 也因着好像那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有一些好像消遣 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让她觉得心里面压力好大 经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也必须让我们一起同心来面对 到底在这样子的新冠疫情的里面 我们来重新的省思 到底家庭的价值 家庭的互动 家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 宣告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家 会因为有我们不再一样 历史历代很多的不同的文化 都会有他们自己关乎 对于家庭生活的教训和学习 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也是不例外 但是我要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也有一个重生而来学习 怎么样在家里面 做好我们的本分的一个方式 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18节19节 这样子教导我们做妻子 做丈夫的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 应当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以苦待他们 我们就看见神给他儿女的教导 我们这样子妻子顺服丈夫 丈夫来爱妻子 这个是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是好的 在这一个神的话语的里面 我们就发现在主里 就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关键 生活的准则 对基督徒来说 保罗说我们这么做 是好的 是相宜的 是应当如此去行的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动机 因为基督徒是在主里面 所以我们对于家的眼光 也有一个新的标准 有一个新的动力 可以去来实行 去进行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一切生活的习惯 生活的方式 我们要以在主里面 是相宜的标准来进行 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 教导我们 丈夫和妻子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每一个吩咐 我们看见 都是给双方的 不是给单方的 是给双方的 这边告诉我们 在主里面的关系 不是只是单方面 是责任和义务 都是双方面的 彼此我们都需要 尽自己的本分 彼此我们都需要 尽自己的责任 才能够达到上帝所 盼望的一个目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做丈夫的 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 他告诉妻子说 做妻子的 你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这里没有说 丈夫你要去命令你的妻子 叫他顺服你 他这里也没有告诉妻子说 叫妻子去告诉丈夫说 神说你要爱我 所以你要好好的爱我 没有 他这边讲的都是我们的本分 做丈夫的 你要懂得 你要爱妻子 不是妻子叫你爱 而是你自己有一个发自 你心里面说 是的 我要来爱妻子 为什么我要爱妻子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 因为她可爱 所以你爱她 因为你知道 她是你的妻子 所以你爱她的时候 这个在主里面 是受主所肯定的 你爱她是因为你愿意 回应上帝 对你做丈夫的 一个身份的表现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 我们真是渴望 讨主的喜悦 因为主说 当做丈夫的 去爱妻子的时候 这在主里面 是相合的 是相宜的 然而神也对妻子说 你要顺服丈夫 你要顺服丈夫 不是因为丈夫 做对了选择 不是丈夫 因为她很爱你 所以你才愿意顺服她 不是用条件 来选择你要怎么行 乃是因为做妻子的 我愿意顺服了丈夫 是因为我知道 这是上帝 对我的呼召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说 妻子和丈夫的比喻 好像是用身子 和头来做比喻 丈夫做妻子的头 这边讲的不是说 地位高低的问题 这边讲到头和身体 其实主要强调的是 其实丈夫和妻子 是同一个身体 是彼此亲密 是彼此需要 是彼此相依的 就好像教会 顺服基督一样 基督 教会在基督那里得着爱 基督 教会在基督那里得着供应 教会在基督那里得到帮助 一样 弟兄姐妹 这边教导我们 我们在家里面 可以有这样的关系 是相宜的 真言十一章二十九节 这样告诉我们 老害己家的 必承受清风 弟兄姐妹 好不好 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刻 再一次的学习 家是很重要的 再一次学习 上帝对家做妻子 做丈夫的本分 应当如何来行 真言的十四章一节 也这样子教导 妇人说 智慧的妇人 建立家世 愚望的妇人 却是亲手来拆毁 弟兄姐妹 我们会好好的寻求智慧 是因为我们真知道 在主里面 我们这么做 是合一的 并且我们看到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也是一样 在二十节 二十一节 这样告诉我们 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孝敬父母亲 我们听从父母亲 其实是因为 我们渴望 讨主的喜悦 而做父亲的 做母亲的 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 是我们不要惹 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弟兄姐妹 我们之所以可以 跟儿女 跟父母 有一个好的关系 是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是因为我们学习 来听从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教导 弟兄姐妹 在这样子一个时代的里面 好像肺炎 让我们更加的紧密 却在那个更加的紧密里面 我们却也发觉 似乎我们的爱 不那么充足 好像在那个紧密的关系的里面 我们面对一些张力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哇 原来我们自己的爱 是那么的不够 今天早上 我们来学习 爱不够 我们就向那位 施持爱的上帝来支取 爱不足 我们就把自己 先放到上帝的面前 求主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 做儿女的 做父母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领受那充足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可以怎样为主而活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如何的 爱我们的丈夫 爱我们的妻子 爱我们的儿女 爱我们的父母 好不好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好像在做丈夫 做妻子的身份上面 我们能够学习彼此顺服 彼此相爱 丈夫要在行为 态度上成为 值得让人顺服的 妻子也要在行为 和态度上面 值得人来爱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有耶稣基督的心 来看待彼此 有一个牺牲的爱 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 我们的爱不足 求主帮助 我们开口来向神祷告 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 主要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在你的里面 我们的一首天爱 主要我们宣告 约是在家里的关系 会不会在家里的关系里面 承受寄出我们的心 然后我怀疏 但就帮我们历史语练 在这边的家里的不求 把我们的爱 总不需要更多的自己 家里的帮助 总不需要 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的身份上 但由于我们的距离 在我们的身份上 一整整提醒 看是人跟人的距离 在哪里 在这种旧 家人 父亲爱的父神 孩子来到我面前来祷告 主今天让我们的心 能够回转来归向祢 主我们向祢承认 呼求一个恩典 是很多时候 主我们面对 越亲密的家人的时候 主我们的爱真的是不够 主我们的老我跟血气 还是太多 主我呼求 愿祢的慈爱怜悯 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的心可以不再刚硬 是柔软的转向祢 主让受伤的心 不要在彼此的伤害 乃是在主的爱里面 能够合而为一 主因为祢的保险 已经抹去一切的伤害 主祢在施加上所成就的 已经挪去我们一切的纷争 主祢将两下合而为一 我们家人在祢的恩典里面 在主的大能里面 是合而为一的 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 主让父母 让孩子 让家 成为祢大能掌权的地方 成为祢释放祢天国文化的地方 看见祢的国领导在我们家 如同在天上一样 祢愿祢的旨意降临在我们当中 谢谢祢 主是的 祢愿祢的旨意降临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 祢谢谢祢 祢创造男人跟女人 祢创造我们的时候 祢把我们造的极其不同 祢谢谢祢 谢谢祢让男人成为家中的头 祢谢谢祢 祢给弟兄们目标使命 祢让他们可以被祢托付 祢而且带着这个家继续的往前 祢谢谢祢造女人成为帮助者 祢让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 可以协助我们的配偶 完成上帝你所赐的使命跟命定跟呼召 祢是的让我们站在彼此的角度中 祢常常的彼此体贴 祢是的我们爱不足求助帮助我们 祢在疲惫的时候 我们仍然用好的态度来沟通 祢在觉得很紧绷的时候 祢我们试着退一步 祢能够在主的里面找到平衡 谢谢耶稣 祢愿祢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的家庭的当中 祢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容身又一人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在做父母和做儿女的身份上面 能够学习不惹动儿女的怒气 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凡事来听从父母 我们可以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 不认凭情绪他任意的发泄 或是刻意惹动怒气和纷争 我们也学习来敬重父母和长者 常为父母来祷告 我们开口来祷告 祇也希望感谢祢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在做父母和做母亲的成分 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加别来的联系 让我们也在这个世上爱的关系 幸福我们的生活之代 祢愿祂叫救祢 成为一切爱充满在 来让祖父母和胜养 祢愿祂祢 祢愿祢愿祂 祢愿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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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能够得蒙你的祝福 能够得蒙你的身心灵得以健壮 我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 主啊 求你保守 他们一生都不偏离你的道路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真是赞美你 主 我们将这个世代的亲子关系 真的交托在你的手里 主啊 我们真的知道主啊 家庭的关系真的是何等需要有你的同在 愿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家庭的不管是亲子关系 或是夫妻关系中间 求你亲自保守看顾 愿你赐下你的爱在父母亲的心中 使我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爱 来爱我们的孩子 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来教导牧养我们的孩子 也愿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孩子的心中 使他们当他们专心敬畏你的时候 他们就懂得要来尊敬敬畏他们的父母亲 愿你的话语就成为家庭的根基 是的主 你是家庭的帮助 你是家庭力量跟祝福的来源 愿你继续的保守 有恩待这个世代的家庭 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为我们的家来祷告 宣告我们的家会因为有我们不在一样 无论过去在家中有什么不好的经验 不好的过去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来祷告 我们要说因为有我们会不在一样 好不好我们就开口来祷告 主也说我们感谢祢 主也说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整直到我们的家 会因为有我们的人在一样 祝福要带领我们 让我们不在你的中间 主要让我们的备人来创业 主要让我们的备人来创业 主要让我们的备人 祂在你认识 按下来祂 祂祂加油 祂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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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向祢感谢 主我们真知道 我们的家会因为有我们不在一样 因为我们要单单的仰望祢 因为我们要单单的信靠祢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的大能大力 是会拆牌你的天使天君 是为安盈保护着我们 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家献给你 求祢来带领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家不再一样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 主耶稣 求充满我们 耶稣